如果到了中秋团營的日子 当年关华六十足军的台通电柱公司 在中秋节前再度发挥爱心 提前显示到会团兴的独特兴者 出席为问金 让他也能感受到社会温暖 台通电柱是原来重要的通信 电柱大窗 这几年来 每日到春节 说你这中秋节 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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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通电柱都在党首顶 到乎党首顶的支持之下 关键关怀为问金 让六十足军 在今年中秋节前 台通电柱是关注中华七家 回答中的独特兴时代 春节为问金 就是中秋节的前夕 那我们大通电子的东山互动 非常关怀我们的乡亲 那准备一点心意 那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身体健康 中华市長除了感谢 台通电柱整年来回馈社会爱心 也好有其他的企业 都可以在身工业 广东为社会六十足军 付出爱心 对到中秋分外面 每当家节必失亲 我们中秋节高 我们对我们中华市的独居老人 每一年大通电子公司 都会特别对他们来关心 所以今年也没理过 特别来送给我们每一个独居老人 两千五百块的秋节微粉金 同时送一份这个独居外面 我们可以贵了一个美好的独居 我们在这里 除了感谢我们大通电子 长期来关心弱势 关心长辈 可以在企业 引语之语 可以来关怀弱势 关怀独居老人 他们的爱心 在这里我们可以改的独居 同时我们也会有三星人士 各界人士 可以利用中秋节来关心这些独居团 让他们跟我们一样 可以归入一个美好的独居 今天中华市公司 也当时政策为变 让独居的中价 就让他们中秋节快乐 新中华新闻 北苗林中华 蔡文博德 北苗林中华